歡迎收看今天娛樂有意思的 聊八卦 我們今天的八卦檔次非常高 非常的高 我們要聊到國際八卦 就是最近的我們的哈利王子跟梅根王妃 其實現在應該好像不能叫他們王子跟王妃 因為他們已經脫離皇室了 他會接受歐普拉的專訪是因為 他要就是有點算是正式的畫分界線 這個分水力 原因是因為皇室都沒有給哈利跟梅根任何的經費 現在開始 自從他們全部脫皇的時候 所以呢 梅根跟哈利就跟那個Netflix有簽約 就是說OK他們未來可能會拍攝紀錄片 或者是電影啊 或者是兒童的電視劇這樣子 跟Netflix合作 你知道多少錢嗎 他們倆夫妻 一億五千萬的美元 而且他們在脫皇之後呢 皇室就是真的一毛錢都沒有給哈利 還有梅根你知道保鏢的錢 都要他們兩夫妻自己付 你知道保鏢有多貴嗎 對啊 所以他們就是現在就是 對要靠自己自食其力 我就覺得哇 好為哈利王子你也把他冷汗 因為畢竟他就是身在皇室溫室裡的花朵啊 梅根跟哈利其實是2018年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有一篇報導是寫說 梅根曾經為跟他的大嫂 那時候就是凱特王妃 就是因為你知道結婚會有小花童嘛 那你知道那時候小花童其實 夏綠帝公主 就是凱特王妃的女兒她也在裡面 然後那時候呢 他們兩個就曾經為了小花童 要不要穿 褲襪的這個東西 好像是梅根呢 她不希望說小花童穿絲襪 但是凱特是希望小花童 延續皇室的傳統 因為我們都印象中 皇室就是很 很優雅 然後優雅的 然後要包覆著自己的小腿 不要讓大家看到 對不讓大家看到 所以呢那時候他們其實就兩個人有爭吵 媒體報導說 凱特王妃那時候是懷了第三胎 還偷偷哭 結果呢 因為懷孕受到就是 情緒那時候還沒有很穩 然後好像就是被 梅根氣到躲在 就是格林姐裡面哭 然後結果呢 當時報導是這樣對不對 沒有 歐古拉的專訪 梅根說實話 其實當時哭的人 其實才是她耶 是她本人 對啊 可是整個報導 整個是反過來 然後 當時梅根有講說 她那個大嫂呢 其實有送仙花跟禮物耶 還有她道歉紙條 跟她說道歉 對就跟她說道歉 結果沒想到半年後 報導 完全180度大轉變 對 她哥哥 威廉王子 凱特王妃 還有她的爸爸 查爾斯王子 他們都沒有要出來 幫他們說兩句話 就是任由這些小暴惡意的批評攻擊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呢 就是說 呃 梅根跟凱特之間 他們軸理之間 對彼此的心結可結身了 在英國有一個 Bazaar的 皇室雜誌 的總編輯 其實有跟 一家電視台有合作 他們就是 因為沒辦法採訪到 凱特跟 梅根 他們也不一定會說真話啊 對啊 所以不如就是去訪問這個 皇室的員工 去匿名訪問 其實有時候的不和哦 不是說 正風相對 就看到彼此就討厭你 而是就是那種氣場 就是你有沒有遇過就是那種 就是不管再怎麼努力 跟他競爭友誼 可能就是競爭不來 因為兩個就是不同世界的人啊 像我就愛開黃腔啊 可是可能搞不好 像你 你可能就覺得 你很保守 你比較小嘉賓 又一點 你沒辦法接受我這種開放風格 但你也不是討厭我 就是兩個人就是和不來 就是磁場上啊 磁場就是不和 因為畢竟就是磁場不和 所以所有做的事情 就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比方說就有 黃世辰宇說 凱特跟梅根就有約出去 就是要去逛街 然後那時候好像有發媒體 對 要好像營造說 走裡很渴這樣 然後他們逛街的時候 凱特王妃他開車 就故意跟梅根開不同的方向 再來就是2020年3月 那時候梅根跟哈利 還是以黃世成員出席一場 叫做英聯邦日這個活動的時候呢 然後那時候梅根啊就有試圖想要跟 就比方說你是凱特王妃 他就有試圖 就大家就 欸嗨 對鏡頭這樣子 對大家打到過程 然後梅根就有試圖想要跟 就是凱特對演 但是凱特就是 我就是這樣 就是我一直要跟妳對演 就是梅根一直想要跟凱特對演 可是問題是要對不上 對一直想要營造那種 其實我們沒有 沒事 對 但是就是一直對不上 然後就是 這個畫面超級尷尬的 梅根他那時候懷啞氣的時候 就是他就是以 哈利跟梅根就是以 OK我可能要照顧 未來要照顧小孩為由 就是到了倫敦 其他的鄉鎮 就是小迪叔居住的時候呢 這個十個月的日子 威廉王子 都沒有去探望他們的弟媳婦 整整十個月 所以 如果真的好的話 哪有可能不去砍 自己的弟弟跟弟媳 懷孕啊照料啊什麼的 所以就是 這個是皇室員工偷偷所爆料的事情 之前還有個爆料是說 就是凱特打了梅根一巴掌 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你知道梅根這種性格就是 新時代的女性 而且她之前就是一個演員 演員嘛 就是因為梅根她可能作風比較形式大膽 所以就是講話可能直來直往的 就得罪了凱特王妃的下屬 那也導致說就是皇室的助理呢 也離職了兩個 所以那時候凱特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才剛嫁進來 我們家的那個工作人員就 要離職或什麼 到底是什麼不合 所以那時候呢凱特離職之下就 打了那個梅根一巴掌 對 那時候的傳言是這樣 但不知道 其實這跟她的形象 螢幕有點不符合 因為凱特看起來就是很優雅 然後就是脾氣又好好 說話輕聲細語的 打了這一巴掌 其實是皇室流傳出來的這個留言 但是真實性還有在防具 其實她說其實家裡的成員都知道 都知道所有的事情 但是還是沒有人去願意幫她澄清 因為報董還是 報董 就是她欺負凱特王妃這件事情 那可是我其實皇室都知道 所以她會覺得這樣 怎麼沒有人來幫我講話 哈利的哥哥威廉王傑 對她的弟弟夫一開始 還沒結婚的時候 就有一點意見了 怎樣 因為你知道就是 你男朋友 如果有個哥哥 我弟弟會好奇說 就是你男朋友的女朋友 是長什麼樣子 好是不是認識啦 因為未來可能是 大家都Family 對啊 然後那時候呢 威廉王子就知道說 她的弟弟是 女朋友是梅根的時候 他就有特別交代華麗說 你要好好的徹底徹底認識這個女孩 This girl 哈利就會覺得 怎麼會 我哥哥會 感覺好像對我女朋友有一點意見 對 然後兩兄弟好像就因此還種下了一些小小的心結 對 皇室原本就有透露說 這些資深的大臣啊 其實對梅根是批評 從頭到尾批評的沒有一塊好 還直接就是在梅根的面前說 你就是哈利王子的 代言女郎啊 你也沒什麼嘛 就是所以你不要在那邊 就是那麼多意見 反正就是封面Cover Girl而已啊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覺得哈利王子他做的一個 可能因為也是媽媽 你知道戴安娜王妃 那時候他可能因為從小就看到媽媽 可能在皇室就有一點 不開心不快樂 所以他會希望說他的就是 老婆啊 其實 不是梅根要求他的老公 就是在皇室的這期間 梅根有哈利說 他想要自殺這件事情 對 要不是哈利的話 可能就會做這些壞事情 所以你會覺得 加入皇室也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對啊 一開始就是對於 凱特王妃跟梅根的報導 就是有點不一樣 他就是把凱特包裝成 就是美麗的俏家人 嫁入皇室優雅 精盛 乖巧 但是對梅根的報導就是一面倒 就是說他離過婚啊 然後又是 演員 演員啊 就是你知道戲子無情啊 這種話都出來了 原因是因為 他其實是有得罪一個名嘴 叫做 皮爾斯摩根 皮爾斯摩根呢 他其實還蠻了不起的喔 他是從英國紅到美國的一個主持人 而且他那時候還就是有接棒這個CNN所開 就是幫那個Larry King 賴瑞金開了一個節目就是由這個皮爾斯來接棒 所以他其實知名度蠻高的 那為什麼說梅根會得罪這個皮爾斯呢 就是其實梅根那時候在當演員的時候其實跟皮爾斯有私交 就感情還不錯 然後他們常會聊天啊什麼之類 但是皮爾斯對外就宣稱說 梅根他自從就是跟哈利王子交往之後 就對他愛理不理得 他就覺得 哇你也太現實了吧 你這是女人 所以他就開始風向大蓋 就批命在節目上面批評梅根王妃 然後就是還批評到就是有4.1萬人連署電視台說 要把他換下來 梅根其實是作為英國皇室的第一個有色人 對那其實之前的英國皇室的傳統都是白人 對他忽然就覺得 忽然皇室嫁進來梅根這個有色人種 那其實雅氣生下來之後啊 還沒生還沒生出來 其實就被熱烈的討論 因為大家皇室會擔心說 啊雅氣生出來會不會皮膚也那麼黑啊 就是評論雅氣他的皮膚會有多黑 對啊 那時候梅根也有說他其實在懷孕的時候就有聽到這種風聲 結果沒想到生出來之後 皇室還是做了這樣子的決定 讓他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英國女皇 英國女皇 對他有就是有發表一個聲明說 他真的不知道說他就是 哈利根梅根在皇室受到那麼多的委屈 所以他還是會覺得說他想要就是 像種族歧視的話他可能會好好了解一下到底是什麼情況 就是英國女皇就有說 OK那我真的要好好的就是重整整頓 這個皇室或是整個大英國 對於種族議題其實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 開訪完之後你最想知道誰的反應 凱特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凱特他就是就是有發表聲明說 他看完他們的專訪 就他的弟媳跟弟弟 接受完這專訪他覺得非常的失望 因為凱特就是覺得說 凱特就是公開發表說 我當初就是你跟你哥哥之間的那個重財者 就是你知道 調度啊 跟那個你知道 斡旋 結果你現在居然在後面那邊衝看我 哈哈哈哈 是在說什麼 哈哈哈哈 對啊 你覺得後面還有得看 後面還有得看 對啊 所以OK這個節目段裡還亂的這個皇室戲嘛 咱們就在下次的聊新聞再見囉 掰掰 好 好